地板磁磚出現巨大裂痕 磁磚嚴重軍裂 不只如此 連屋頂跟地板都冒出縫隙 下大雨時會狂噴水 家裡也濕成一片 住戶又氣又怕 兩三個月 你們有沒有跟建商反應過 有啦 他們說沒來給我補 結果都沒補 說他們要切時間 我正在說去跟你說 桃園市桃園區愛一街 92號旁的新建案 疑似因隔壁施工 導致整排住戶 陽台傾斜門框變形 化分之外露 臭味肆意 開花震動造成零房損壞下線 建管處12日 在結構計時會看後 確認是建案施工 造成七戶零損 以列管要求建商定態建設 緊急修復 該怎麼樣處理 我們就怎麼處理 那公司一定會負責 但因為反應過後我們持續都有跟住戶做溝通 然後做慰問 持續做修繕 建商表示開花時都有鑑定報告 也有提供觀測報告給居民 會盡快完成修繕 建管處也會再次邀請專業技師工會 到現場加強巡建 確保房子的安全 台北大殖民宅坍塌事件 人心惶惶 民眾只希望自己的家不要成為第二個極態悲劇 記者劉志展李廷熙桃園採訪報導